博物馆对于建筑师来说 不仅要具备容纳诸多藏品的功能性 而建筑本身更需要留住历史长河里自然和人文的痕迹 建筑设计师李星刚的作品《济西博物馆》 就延续了传统徽派建筑布局 也将建筑营造在了山水间成为了一道风景 《济西》是一个千年古镇 水系从镇里面川流跟古镇交织在一起 我们的建筑一定让人能够体验到古镇 跟周围的山水环境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在我们这个场地里面有很多的树 这些树虽然是很常见的树 也不是什么名贵的树 但是我觉得它是这个场地里面 特殊的一个自然的痕迹 其中有一棵大槐树 是一棵古槐 几百年以上的历史 一定要保留下来 建筑师它用柳树做亭的方式 用一个个庭院构成了一座建筑 安徽的那个村落非常的有名 都是一山旧市的 我把它看成是一个 人跟大自然相处之后的 人工营造的一种结果 所以我们的建筑里面有庭院 有街巷 有水系 形成一个像园林一样的一个主空间 它也是一种自然元素的一种呈现 机器博物馆的墙体是用瓦片来做成的 也是我对安徽的建筑里面 他们最常用的那个材料的一种延伸 另外呢 我们用了一种就是结构暴露的方式 这个结构呢 也是那个晖州民居的那种 木屋架的那样一个抽象的体现 用法做法是现代的 建筑师将通常的坡屋顶 通过几何变形 营造成像山一样起伏的形态 并根据这种形态来设计室内空间 在空间里面它会形成一种透视感 所以你就好像是在一个山体的内部 这样就让人在内部空间里面呢 他也能感受到外部的这个雾面 这个形态的变化 人能够通过在建筑里面的这种漫游 灯高去俯瞰 同时可以看到更远处的包围这个古镇的那些山水 把建筑和远处的山水环境融在一起 我把它叫做一种人可以领略到的 体验到的一种圣景 胡适的当年年轻的时候 这个手写随遇而安 阴树为乌 会心不远 开门见山 这种场景 可能一百年前的胡适 他完全体验过 今天的年轻人 他也能够体验到 看到那些远山 通过营造建筑跟自然之间的这种关联 能够让人感受到一种人文的这样的一种情怀 获得一种感动和对这个地方的一种认知 这个是我觉得非常的欣慰 建筑设计是引导人感知和体验到 人工营造跟场地环境中的山水树木 这些自然元素之间的密切关联 请不吝点赞订阅